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请放着 我们接着昨天的内容 大家翻到《净土宗概论》的十四页 讲义就翻到第十页 昨天已经说过了《圣经二门的教叛》 稍微复习一下 它是看这张讲义上面的教叛的分科 这张分科表 将分科表把它分为四大科 这个每一个分科的就是起始 从哪一句开始到哪一句结束 我们预习的时候或者复习的时候 就要把它了解得清楚 那这上面我是没有标出来 一般的标后面有个点点点 然后说哪一行 什么字开始 那这个没有标出来 是让大家自己看 《圣经二门》 《圣经比较》 《舍圣归境》 《圣经与难易》 分成这四颗 《圣经二门》 那就最开始了 又分为总是和别是 也就是第一段 就是《圣经二门》的总是 首先讲什么叫《圣经二门》 就是安乐极 到处大师安乐极 判一代教卑两种 一位圣道 二位往生净土 这就是圣经二门判 首先说明 什么总的说一下 这个圣经二门判是指什么 圣是圣道门 进入净土门 然后底下在分别的解释 这个叫别是 总是总体的解释 总体解释呢 还不够详明 那底下在分别的解释 在解释圣道门 一分成两颗 圣道门和净土门 那么先解释圣道门 解释圣道门 先讲它的分歧 分歧就是说 不管大乘小乘 它什么叫圣道门 要在这个世界 休息无漏圣志 断灭烦恼 正如圣果 这个就是圣道门 这通称圣道门 所以分歧就是指它的一个 范围啊 它的一些标准啊 这也是分科经常用的这个名词 那次第呢 也分成底下讲它的次第 是该怎么修行 这是一段烦恼 震入圣果 那么列成了 那么列成了 又列了十节 按照时间的长短 分为声闻 圆觉菩萨 这三个 来说明它的 所以分歧和次第 次第是说明 它是有一种次第修行的 它是 你必须要是 这个烦恼分分断 然后呢 谷位是 是一分一分的正的 所以这是讲它的次第 那接下来讲的十节 那就分成这几个方面 那下净土门呢 就是讲烦恼 翻过来 这个十三页的 所以无名烦恼 一毫没有断 这一段呢 就是讲净土门了 就是别事当中 特别解释净土门这一段 那下面呢 当今末法 圣道一种难因修难正 这就是圣境比较 净土一门 亦修亦亡 那舍圣归境 舍圣归境呢 就说这一句了 故劝舍圣道归净土 使圣境二门 教叛之归去 那底下呢 用圣境二门和南一二道 作为一个比较 所以南一二道 圣境二门 言议一同 那这个从总科一看 就非常清晰 就说圣境二门的教叛 它要表达的意思很清楚的 这分为这四点 大家要习惯于 使用这张表格 那甚至我们自己看书啊 也可以实习去画 画这种表 这是分科 当然个人可能分的不一样 大致的 它应该是比较清晰的 就像一个偶长的一样 它一截就一截 你不能说这个偶这一截 南腰卡一段 不是那回事 它有它的一个结构 有它自然的一些规律 那我们到处大师的圣境二门分叛的原文 大家手上可能也有这个资料 我来简单的读一下 这出自于安乐极的第三大门 安乐极共十二大门 上卷第三大门 问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远结一来因之多佛 何因至今 忍自轮回生死 不出火宅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 这是涅槃经所讲的 道处大师对涅槃经很有研究的 也讲过几十遍 他在专修净土之前 是一个涅槃经的大德 所以他引用涅槃经讲 那么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远结一来 这个远 远结就是无始结一来 那么应该呢 会遇到 这么长的时间 很多佛出世教化众生 从内在来讲 你有佛性 外在又遇到佛来教化你 那应该你早就成佛了 所以底下问到说 何因至今 还在轮回生死 不出火宅呢 大约 这个问其实是很警醒的 我们为什么还在这里做凡夫呢 你看说应该都成佛去了 大约一大乘圣教 良有不得二种圣法 一排生死 那以佛法来讲 这两种殊生的教法 你没有得到 也不能够排除生死的轮回 是以呢 不出火宅 何者为二 这就是他的分叛了 一位圣道 二位往生净土 就把整个佛教呢 大判为两种 一种就是圣道 第二呢就是往生净土 那么这里呢 你看他说的是 一大乘圣教 因为净土法门本来是大乘的 所以 唐伦大师呢 这个道处大师也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上 就是说大乘圣教 那其实呢 圣道门当中也包含了这个小乘 所以他底下就列了小乘 其圣道一种精实难症 那虽然有两种圣法 圣就是殊圣 这个如果你根基相应的话 佛法是非常殊圣的 你都可以了生死成佛道 不过圣道一种呢 精实难症 是就这个时代 时代来讲 道处大师说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 众生的根基难以 证悟圣道法门了 为什么呢 举出两个理由 一个精症 这叫二犹一症 一犹去大圣遥远 二犹理身解围 一犹去大圣遥远是指时代 这个总体环境 大圣指释迦牟尼佛 以涅槃时间很久了 要遥远了 因为释迦牟尼佛 他如果在世 那就不一样了 众生的善根啊 跟佛的因缘啊 那这个得到圣果的很多 因为在佛讲法的时候 往往一常法做下来 多少人开悟正果 那很多的 那么佛灭度之后 时间越来越久呢 就好像一盆烫火一样 这个烫火 稍慢慢熄 才熄的时候 还有一点温热 时间越久 不就冰凉了吗 像这个太阳落山了 才落山的时候 还有一点亮 再慢慢就黑了 释迦牟尼佛 涅槃之后 时间越久 这个众生的根基啊 就跟他这个衔接 因缘啊 还有他得到利益啊 还有他这种法的这个 余则啊 众生来讲呢 就越来越剥弱 这是从这个大环境啊 从释迦佛这个度化众生 这一期 因缘来说 第二呢 二有理生解为 理生就圣道法门所讲的 他这个道理很玄妙啊 非常的 精深 那么众生呢 能理解的非常的浅 浅显 非常的微少 所以叫理生解为 那么你都理解不了 你谈修行就谈不上了 在底下那就很难 难证是有这两个理由 事故呢 再引一个经证 大吉岳藏经云 我莫法时钟 异议众生 起行修道 未有一人得者 那这是呢 大吉岳藏经的取译文 大吉岳藏经 并没有这样一个完全 完全 但我们这样抄下来的话 不是这样的 它是根据啊 是五十八卷啊 哪一卷 它有这个 意思是这样 那莫法时代啊 异议众生 就是很多 起行修道 这当然指圣道门的 唯有一人得者 没有一个人能够正悟成佛的 就是非常难 即讲他简单 当今莫法 现世五卓恶世 唯有净土一门 可通入路 大吉岳藏经云就是那一句话啊 当今莫法这是道处大师 根据上两个理由和一个经证 然后呢 他所得出的 在判断这个十字节的因缘 所得出的结论 所以现在啊 正是莫法时代 道处大师那个时代啊 这个普遍在佛教界 就兴起了末法的意识 这个已经进入末法了 大家都共同这么认为 那么十节呢 十节是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代 那地点呢 是五诸二世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所谓五诸二世无佛之时 也是末法时代 唯有净土一门可通入路 虽然说一开始有两种 这个往生净土是一个圣法 那圣道修行也是圣法 可是呢 圣道修行不通了 只有净土一门可通入路 就说可以通过 可以解脱生死 可以处理火宅 那么也引用了一个经文 引用大经事故大经云 这个引用的经文啊 就道修大师的引用经文 往往有一个特点 叫做呢 取义 所以取义它不是把经文 逐字逐句的把它 原版照抄 而是呢 心中理解了这个经文的核心意义 加于 契理契机的表述出来 那么它这个经文 其实是引用 这一段经文 底下说大经云 其实呢是综合了观金夏评网生 和大经第十八院的意思 当然是以大经第十八院为主 若有众生 纵令一生造恶 灵命忠实 十念相续 称我名字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大家一看这段经文啊 一看跟十八院很相似 不过呢 它有一个纵令一生造恶 这个十八院你们没讲的 那么灵命忠实也没有讲的 那这两句话 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从观金夏评网生 观金夏评上生 夏评中生 夏评下生 都是一辈子造作恶业的众生 那么虽然说是从观金来的 启示和大经第十八院 因为它有说 围除武力 诽谤正法 这个意义啊 就是一贯通的 那么你 只要你没有造这样的业就行 所以它这个就引用时间 它哪怕即使 纵令是即使的意思 那么一辈子造恶 一生造恶 一直造到临终 到临终的时候 才十念相续 因为观金在夏评网生 都是临终欲法 到临命中时 才遇到阿弥陀佛 念十生 三生 五生一生 所以十念相续 也称我名字 这个相续也是来自于 这个观金夏评夏生 是吧 叫称南无阿弥陀佛 令生不绝 具足失恋 称南无阿弥陀佛 那不是相续吗 一生皆一生 那若有众生 这就不管什么样的众生了 你不能修行 不能按圣道法门 起行修道的 你是理身解微 做这样的众生 是一生造恶的众生 是临命中才遇到法门的众生 这个谁做不到呢 就十念念佛 那都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净土一门 可通入路的证据 那至于说五周恶事 它是这个地点 又是末法和恶基 所以他就用了一个一生造恶 这一生造恶呢 它就叫做举恶设善 就说即使是这样的人 也可以往生 那么不如这样的人 当然通通都可以往生 所以这样的人门通了 那大家都通了 那这种解释啊 是别出手眼啊 是特别的慈悲的 而且很简略 这就是祖师的智慧 那底下呢 又来详细分析 诱父 一切终生都不自量 这句话一听啊 这有点警醒啊 棍一棒一样 我们说这个人毫不自量 自不量力 就自己不怕自己哪个池子量一量 比一比 俗话说你拿镜子照一照 一切终生啊 一切终生啊就是焦慢心的缘故 焦慢心的缘故 对自己多高多癌 多胖多瘦 什么分量 有什么 有什么样的力量 自己都衡量 衡量不出来 不晓得 那底下就帮他量一量 到处大师就拿了四把尺子 尺 给你量一下子 第一把呢就大乘 若具大乘 真如是像 这是一个词 敌一空 未曾错心 真如是像 我们凡夫的思维 都是有像的 都一定 你不然脑子就没法动 怎么动呢 就一定是有像的 你不管想什么 你讲什么说到哪里 就一定是 有一个具体的事物 你讲第一空 这个 都是 只有 之实 所以 心啊 都安不上去 跟他就根本是两个事情 那要我讲 我也讲不明白 因为我也是 唯成错心 但是如果以经文来讲 像新经讲的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解 如果对这样的道理 你都是完全的 心中相应证物了 那你这个心呢 就跟色相完全相应了 你懂得道理 嘴上会讲 不代表你的心 跟它是切切的 智和静 要统一 智就是我们的观察 观的智慧 静就是所观的境界 这个成为一体 样 观 静至闽和 这个就是所谓的心 我们的心就是所能观之至 那么外面的静 所谓正如是相 这就是所观的这个静 那这样能所闽和成为一 成为一 这就是心就跟正如是相 契合了 那么以大臣来讲呢 即使很会讲经的法师 也是讲一些名相 当然 一些 开悟的正悟的祖师 他们心中是明了的 但语言表达总是有所不足 所以应该问他这样不讲话 或者禅宗他就是棒喝 他传达一种特别的那种 正悟的境界 用语言无法表达出来 他只好用一些特别的方法 看你的火候 在哪个既然情况下 让你呢跟他心 哎 啪 静光一闪出上电了 跟这个也就真如是相 能契合上 这个都是很高超的 若论小乘 小乘就是四国 所以这个圣道法门也包括大乘和小乘 修入见地修道 见道修道 哪含 罗汉就是四个果位 断五下出五上 就是欲界无重烦恼 那么色界无重烦恼 上就是欲界在下 色界在上 可以查字典 无问道俗 未有其分 不管出家在家 都没有份 所以小乘跟大乘法门比呢 就是简单多了 但是呢 拿这个尺子一粮 不管出家在家 也未有其分 大乘法门都不错心 小乘法门未有其分 好 这个没办法了 就不修圣道吧 就再退一步 纵有人天果报 修人天法门 还有一点 就是人天果报 能得到这个果 那他修阴呢 皆为五戒是善 能招此报 是修五戒是善 为阴 能招这样的果报 然持得者甚兮 你真正能够 如法修持五戒是善 所以道俗大师 那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法师 大德祖师 那判断的非常准确 这个能做到的也很稀少了 那我们感觉到 这个也不太难吧 你真正一做就知道了 所以你看我们近代的 一个宏裔大师 大家都知道 他的名望也很高 才华也非常的卓越 名气也很大 那么戒律也很惊艳 他说他自己五戒都受不好 那他是律宗的祖师 他说他做不到 都受不好 那其他人你想一想呢 他真要去做 他们这个 不是我们稀松自己讲的 前一段时间啊 可能最近也有人戴一个手环 叫做这个 不抱怨 不抱怨 就是一个子手环 那么如果你观察自己 这一天如果有抱怨的话呢 就把这手环呢 比方现在戴左上 只要有抱怨 马上就换在右手上面 有人一开始就觉得很险 这个对我一点没问题 我这人从来不抱怨 他没有去修行啊 他就认为他从来不抱怨 结果怎么都是一天换到晚 他真的去做的时候 又在抱怨人了 又在说谁的 干什么 只要换一下 一天换来换去 如果你搭到二十一天 就是从来不抱怨 这是功课 就算一气圆满 大家可以试一试 动不动就抱怨 这个抱怨啊 也是很负面思维的 这里讲呢 人天果报 一池子一凉 有几个 但是甚为稀少 好 再拿一把池 这就不得了了 若论起恶造罪 何以暴风时雨 这个要论这个造罪恶的话 就像呱达风下大雨一样 非常厉害 如果我们 警觉我们的内心 就是这样 是以诸佛大慈 劝贵尽土 所以对于这样的众生 量完之后 诸佛大慈悲 哎呀 这样的众生 他谈什么叫他修行呢 大乘法门 正如是相 跟他 小乘法门 什么断午下出午上 也没有份 那仁天法门 只有几个 几个还是颠倒上谷 没用啊 那造恶这么凶猛 哎呀 这样众生 怎么让他修行 修行圣道法门 怎么修得了 所以只有劝他 劝贵尽土 诸佛都大慈别说 哎呀 不是那个根基啊 不是没有那个能力啊 你修 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吧 所以众生门者 应当发愿 愿生彼国 十方诸佛都出广常设相 如等众生啊 当信实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 什么叫不可思议功德 你这个 企恶造罪 何以暴风吃雨的众生 这个 五戒是善 吃得者甚息的众生 这个 小乘法门 无稳倒素 无欲其分的众生 大乘法门 真如是像 成为错心的众生 你只要称念弥陀名号 决定可以到西方净土 我等诸佛都来 共同互念 这是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互念 那劝归净土的效果怎么样 纵使一行造恶 这里又用了这个词 前面说 纵令一生造恶 这里说纵使一行造恶 那即使这一辈子啊 都是恶业缠身 这是一种圆 这不是祖师说鼓励他 去造恶业 是点出这么一个人 他在这种因缘情况下 你比如打鱼的 像现在做农民种地的 他哪一天不杀生啊 只要你身体存在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 仔细分析仔细看都这样 那这样怎么办 一边造恶 但能细意专精 常能练佛 就没办法脱离造恶之身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就以造恶的身份 怎么样细意专精 就把我们的思想啊 专一的 今是精存不杂的 信念阿弥陀佛 常念阿弥陀佛 只有这样的念佛 一切助障自然消除 本来一行造恶 就会形成很多的障碍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能够专心念佛 常常念阿弥陀佛的话 这一切障碍呢 自然就消除了 所以自然消除 就不知不觉之间 你说我怎么不知道 我还是凡夫 我这个就罪障没有了吗 没有了 怎么我还不晓得 自然消除嘛 因为在不知不觉之间 就消除了 像太阳一出 还不知不觉 万物生长了 定德往生 何不思量 都无去心也 前面说都不自量 这里说何不思量 你说众生这是两个量 你们有了 一个是不自量 一个不思量 不自量 这个圣道法门 根本修持不来 但是他不自量 以为我能修 这净土法门这么好 他不思量 他不去往生 都无去心也 都没有想往生的意思 道主大师讲这句话 我想他肯定 接下来还有一个字 进门没写 他被叹了 太哭气了 真是 那这一段呢 是圣经二门的分叛门 我们也没有详细解释 只是把文艺通一下 好 那我们说到圣道门是修行之教 净土门是救度之教 关于这个救度之教 有的人不认可 这佛教嘛 你怎么讲救度之教 跟基督教的差不多 我们佛教就讲修行的 佛教是讲修行 佛教讲修行的是指圣道法门 自立修行 那么净土法门是特别法门 至于说基督教 他也是因性称义 怎么也是蒙 蒙 蒙使 也是救 也是讲拯救 那我想 也不必要忌讳这一点 基督教就有救度 那佛教还没有的话 其实佛教还不如人家了 那是更救的彻底 更救的广泛全面 在世间也有救度 你比如说大地震了 我们要去救 好像说这个救度是世界人搞的 你佛法搞什么救度呢 它是不同的层面所讲的 世间医生他救病人也是救 那么救灾也是救 地震也去救火 这个地震 水灾都要去救 那么别的 一些民间信仰的 他们所信奉的神也有救的 就是他有神教的信仰也讲救的 那佛法门的信仰也有救度的法门 不过我们所依据的原理 我们来救度的救度主 和我们这个佛他这种 建立救度的根本机制的原理 他完全是依据佛教的 佛信啊 缘起信空啊 他这个是不一样的 形式上有类似的地方 那么其实呢 这个既不一避讳 同时要了解佛陀的慈悲 比如说我们圣这个 《无量寿经》里就讲了 说欲整群盟 会以真实之力 拯救拯救 又说呢 阿弥陀佛是救世之法王 这是在《无量寿经》的 这个 同本意义当中 那救世之法王嘛 很明显的 救世主了 救世法王了 所以阿弥陀佛发愿了 我要不成为救世的法王 普济贫苦 普济贫穷免住难 能够普遍的救度 这个 法身 慧命 贫穷 苦难的众生 那我呢 就没有资格叫救世的法王 这就是明显的说明是救度的法门 就是说这个 轮回地狱 轮回 就轮回六道的众生 即使下了地狱的众生 也都要能救度的出来 不然这样的话 就事不成福 那我们净土法门 它立教的本指 就是净土法门 它的存在的意义 就是因为圣道法门 不能修行的人 按照圣道法门修行 没办法达到解脱 生死轮回成佛 是为这样的人开立的法门 所以从这个立教的本指来讲 它就是救度的法门 就好像我们人要身体健康一样 那么健康当然也有考早锻炼的 但有的人这个人就已经病 病入膏肓了 他哪有早上起来 几点钟爬起来 上山啊 打太极拳 他哪有那个 他都快死了 那么对这样的人 没办法搞锻炼 锻炼身体的 一定要我们要救他 所以这是对无法修行 圣道法门的人 特别开的法门 那当然就只有是救度的法门 这是从道理来讲 那么刚才讲的经文 也是《五量寿经》 那《观经》那边呢 你看《观经》举了一个例子 下品下生 就这样的人 他还怎么修行 他不完全靠救度吗 回去大家看看《观经》 《下品下生》的经文 他是一个造作 五逆重罪的众生 五逆重罪 一辈子都造恶 一直造到临终要死了 地狱的火烧焦斑底了 阎伦王都来装搭他了 他有什么修行啊 跟他讲念佛 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念佛了 晕晕晕乎乎的 所以善知识就跟他讲 如若不能念比佛者 阴沉无量受佛 那叫他怎么思维佛的形象 思维佛的慈悲 思维佛的功德 怎样意念佛的大慈大悲 脑子一片糊涂 就是没有这个心力 那善知识一看 你看这样的人 怎么叫修行 你在心五戒时善啊 你打坐啊 你要犀利灵心 你要现在发菩提心 这对他通通都不可能的 所以就跟他讲 如若不能念比佛者 这个第一个念 就是心中的意念 也要一定的成灵心智的 这个他做不到了 你就随嘴巴喊 硬沉无量受佛 就口中就喊出来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个人就跟着善知识 如是至心若 这样可以得救 马上就一心仰靠 称南无阿弥陀佛 具足实念 南无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佛 令神不觉 具足实念 一声一声的接着念 这样当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不是完全救度的法门吗 所以大家回去看 那个无条件的救度 这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特别好 这个名字就特别的有力量 把我们这个法门的特点彰显得 彰显无疑 无条件的救度 这一看 你看 苦恼的人有福了 这个绝望的人有希望了 能让有绝望的人生起希望 没有信心的人 点燃信心的火 要堕落地狱的人 往生净土 这无条件的救度 所以名字一看 马上打入你的内心 所以我们这个救度的法门 首先呢 你要自觉自己是需要救度的人 这个很重要的 你要自觉到我是需要救度的人 需要救度的人 到处就怎么闻法 哎呀 有什么法 可以救度我这样的人啊 他听专门耳朵 就听这个声音 所以他很会听法 他激瘾到了 激成熟了 像一个恶的人呢 他鼻子特别灵 饥饿的人 那个鼻子特别灵啊 你要把这个窗户的关号 就能闻到外边的香味 哪里有食品可以救活我的命 所以有很多这个法门 对利益 恰恰是那些呢 被人瞧不起的老太太 老阿公老阿婆 哭哭闹闹的 愁眉苦脸的 他们非常容易听懂这个法门 就是上次讲的 下下人又上上志 他坐来听 我就遇到 广东这个朱六妹 他就根本就不懂我讲的普通话 但是他坐来听的特别很认真 我说你下了课我就很感动啊 他说七十几岁啊 只会广东 那你听懂我讲普通话吗 你普通话我听不懂 那你坐来听不懂 但是四分讲的意思我都听得懂 我讲的普通话听不懂 但是讲的什么他都听得懂 你说奇不奇得 他不在语言上听了 他都听到阿弥陀佛的旧度 我说那我讲了什么 他爸爸一讲 我非常惊喜啊 所以我到现在记得他的名字 他是我写的第一张归一证 因为我没有归一证 我用手 他要归一 我用手给他写了一个朱六妹 名字叫朱六妹 你听他这个名字 你从小没有什么很好的教养 好像是一个大夫人家书香门第 六妹大概家里面可能六七八个 他第六个 他非常的虔诚 他坐那儿听得一句话都不讲 一般人听不懂 语言听不懂 还听得有意思啊 不就走了嘛 所以他就是以那种需要救度 然后呢 来听阿弥陀佛救度的 所以讲到这里他都听得懂 那么第二呢 要首肯 弥陀能够救度你 这个你看经文都很清晰的 能够救度下品下身的人 当然所有的众生都可以救度 那第三点呢 就是你要称名信受弥陀的救度 当然有了第一点 你需要自觉需要救度 那弥陀又能救度你 这第三点自然就达成了 哪有说需要吃的 人家东西搬来了 饿得要死了 人家东西拿来送给你吃的 你还不吃的 没有的 马上就呼啦就吃下去了 所以这个信受弥陀的救度就像一个 饥汉饥饿的人 他要把这个满盘的美食吃下去 很自然的 我怎么信受弥陀的救度 这事实上我真是无法回答 就这样讲了 我满身的毛孔都变成嘴巴也回答不了 这样的问题 说师父我怎么信受弥陀的救度 我怎么让你怎么信受弥陀的救度 你饿了要吃饭 你把饭断来到嘴上以后 我 我 小姐 这饿了 你说你饿了 饿了饿断来 饿的人自然就会吃了 不要你喊 所以你明明喊 他开始流口嘴了 你怎么还不开饭 仰慕彌陀恩还不念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就不会夹杂有自立的意识 我们一般的夹杂了自立啦 或者是对这个法门说佛教怎么还有救度啊 如果抱这样的怀疑的话 那就危险了 就非常危险 他就是根基来讲 不是学净土法门的根基 他也没有认识到自己是需要救度的人 那么认识到自己是需要救度的人 有两点 第一 就是罪恶感要深 就知道说 就像《华言经》所讲的 夹持恶业有体相者 尽虚空界不能容受 你说这些话 我当时看到我真的吓得一跳 但是一想 哎呀真的是这样 就说我们做的恶业 你说到底有多少呢 有人说我这人从来不做不干坏事 那就是成佛了 至少也是阿洛汉了 所以说夹持恶业有体相者 如果这个恶业 我们做的恶业是无形无形的 它是一种业力 随着你的心所走 假如说它有形象的话 比如你做一个小的恶 可能是一张桌子这么大 做大的恶 可能有一个房间这么大 再大的恶有多大 好 所有的如果加起来的话 近虚空界不能容受 把整个虚空宇宙都装满了 还不能容受 我现在想起来 宇宙大爆炸 为什么大爆炸 不能容受 所以它这个 这么多众生恶业都在做 它只有都要爆炸 哗哗哗哗哗 可能是这样的道理 不知道是不是 那它不能容受嘛 所以这么多的恶业 过去的 今生的 能一级的 不能一级的 小的大的 人前的人后的 这个三叶外向的 内心的 显了密的 非常多 种种的恶业 所以罪恶感要深 这个罪恶感 就是 要反观绝照 其实我们一个人 你念念之间 不理我执 都是我颠倒的 无我即我 无常即常 依苦为乐 依然为尽 一定是造恶的 贪生吃 时时刻刻念念 没有分开的 所以念念都在造恶业 对他人大事去讲嘛 这个 一日 一日 八万四千念 怎么样呢 念念都寄三图业 每念所造的 都是这样的 足夕六道制三图 所以每念 每天八万四千念 每念都在造恶业 每念的恶业 都把我们捆绑 在三阶六道里面出去 这个都是祖师 这个反省 那第二点呢 就是要无常感 就罪恶观和无常感 无常感就是 不能说呀 我这辈子修不了 下一辈子 我退休之后再学佛 我今年才六十几岁 还才六十几岁 对的 好我要怎么怎么样 再然后再 这就是 没有无常观 无常观 就今天晚上就脱了鞋 明天穿不上 今天出了门 可能这个车撞死的 哎呀怎么这样 学佛法这样不吉利 这是一个事实 就是 分分之间 我们都可能 在这个世间不存在 所以硬光大师他很绝 有人跟他写字 请他提字 他提一个死 提一个死字 然后底下旁边写一个字 此字甚好 他写四个小字 此字甚好 我们就是没有无常观 对这个世界看得特别的认真 苦恼就从身多了 如果你天天想到死 要念死无常 这是佛教修行的一个基本课 想修行这是基本功 你要念死念无常 你心就寂静 你的心就清凉 你什么事都放下了 那记得是李若环哪里讲的 好像前一段时间他网上看 李若环说 到护葬场 他说话挺好的 你就开悟了 大概是这意思 就是很好的一个课堂 你看很多人去参加送葬的仪式 回来之后 多少有一点点觉悟 哎 昨天还在一块 哎 有什么意思 但是呢 也就觉悟三分钟 哎 大家去啊 三去一啊 啊 好好好 就开始臭麻将打了 高了 所以这个众生 你说众生多么的愚痴 哪有一点点啊 还是说教育自己的儿子 你不听话 他不听话 你听话吗 这是没有资格 非常的淤泥 这个就是这样子 心啊 一点没有决动 没有决动的心 所以没有无常观 没有无常观的话 他就会亡谷左右而言他 今天推明天 今日推明日 明日推后日 今日说明日 明日何其多 没有了 这道气 所谓的道气法气 他就是 尤其就净土们来讲 罪恶干 罪恶观要深 无常感要强 这样呢 他想到我这么深的罪业 今天晚上一 一口气不来 眼睛一闭 当下就堕落了 哎呀那怎么得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哪里会去寻求那些 支支绕绕的 什么道理 不用道理 什么能救我的命就好啊 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听道理 也不允许他了 就说你什么能救我 南无阿弥陀佛能救度 他就当下成立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 好我们看十四页 二藏二教是教派 善导大师观金苏悬一分 判教之大小 有这么一段 问曰 此经 就是观金 二藏之州 何藏设 二教之中 何教收 大约 今此观金 菩萨藏收 顿教设 下面就解释 二藏就是深门藏与菩萨藏 这叫二藏 这是把 我一代佛法 原来讲三藏法师 就是金藏 论藏 律藏 这是分成那藏三藏 那这里呢 它是上佛所说的经典 摄深门重的 就叫深门藏 那么 教化菩萨重的 就叫做菩萨藏 所以分成二藏 也就是小乘 与大乘 也可以叫二乘 那么二教呢 就是建教和顿教 那底下会解释 什么是建 建教顿教 以二藏二教 叛设一代佛教 为诸宗通用之教叛 这个二藏和二教啊 不是上的大师 他所列的名目 像圣道门进土门 就是道处大师 列的名目 那么南青道一行道呢 农术菩萨 依据经典的名称 这个深门藏 菩萨藏 建教顿教 不是上的大师 他所屹立 他是从经文那边 本来就有这个名词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通用的 诸宗叛教 他这个最基本的 都会引用到这 深门藏 还是菩萨藏 还是建教顿教啊 所以呢 这是诸宗通用之教叛 那像天才宗 他也一定会 有这个二藏二教 这样的判 那么他本宗所立的 就是所谓的四教 五十八教 四教就是藏通边缘 是画一四教 画法四教 那么他呢 自己特别立的一些名项 那么以上的大师 要立的名项就是 要门洪雁门 这是上的大师所立的 善导大师一支 也依据这个经文所有的 和诸宗通的教叛 他也用这样的名项 叛净土教呢 于二藏当中 属于大乘菩萨藏 于二教当中呢 为顿教 那这样跟诸宗通的教叛 不是差不多了吗 即是言通而易别 这也是一个经常讲到的名词 什么叫言通易别呢 就是语言上用的名词是一样的 比如说圣道法门说 我法华经是菩萨藏 那么净土法门说 无量寿经菩萨藏 这个语言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天台这个法华是遁教 无量寿经是遁教 这语言都一样 但是它里面所表达的意思 是不一样 叫易别 言通易别 那么易别在哪里呢 底下就解释了 圣道诸宗 如禅密天台花言等 也皆为大乘 也都是顿教 这些啊 这都是大乘 大乘讲八宗嘛 这列了四宗 但是呢 他这样的大乘 和我们净土大乘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言通都是大乘 一别 别在哪个地方 这底下就讲的别了 那么圣道诸宗啊 是以行者之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得名 他是救这个修行的众生 你有没有发菩提心啊 你有没有行菩萨道啊 那么你这个人 你发了菩提心 行菩萨道了 好 那你就是大乘 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 没行菩萨道 那你怎么能叫大乘呢 那就是小乘了 甚至人天乘 你就想求人天福报 想升天 想升官发财 那就人天乘了 你即使 不是说你读了 哪一本金刚经在来读 你就是大乘吗 或者哪一本天才到法华经在来读 你就是大乘吗 不是的 是看你有没有发菩提心啊 你拿了这个金刚经在来读读 读完之后一关 回向阿弥陀佛保佑 他可能要不是阿弥陀佛保佑了 就让我多发点财 让我在这个世间平安一些 这人天乘呢 都没有达到 小乘都没达到 即使在读大乘的经典 还是小乘 所以他一句呢 你如果你发了菩提心行菩萨道 你没有读着大乘经典 哎呀 众生这么的苦恼 我要救度众生 这天然 就是有这个菩提心的 那我怎么去做 这就是菩萨的 这样的人就成为菩萨 这个菩萨用话是不一样的 他可以显现为佛教徒 也可以显现为外教徒 外教徒里面有不少菩萨 他们对他发了心啊 你根本不知道啊 那他们那种度众生 那种为众生服务的精神 让我们很感动 菩萨嘛 他也可以投胎 也可以视现为一头猪 一头牛 一只鹿 比如九色梅花鹿嘛 是世尊过去的公案 那他是发了心的 要救度众生的 未有不发大心 不修大行 而能得大乘之名 所以大乘就是 心发心大 修行大 就成为大乘 没有说你不发心 你没有这个修六度万恨 你怎么能够得大乘呢 这个在圣道法门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圣道的大乘 为择基大乘 这是什么叫择基大乘 他对根基是有选择的 不是什么人把数一摊开 自己就说我是标棒的 就是看你 你这个修行的根基 你发了大乘 修六度万恨 叫择基 对根基是有选择 也是自立大乘 他就靠自己发菩提心修 发菩提心修菩萨恨 叫自立大乘 那么这个也是难行大乘 这个发菩提心为什么不发呢 六度万为什么不难啊 他昨天讲了那个 六度菩萨奇眼的因缘 水利福过去的故事 也是行者因地相对之大乘 因为他是一行者发心嘛 就是修行者 他在 因地啊 因地就是在 还在修阴当中 像这个痘子 还在发芽 还没戒痘呢 是这个发芽生长 那个叫阴 从阴向果 这行者就是你先要发菩提心修菩萨秤 这是因地 他说大乘 他还是一个 只是发心的这么一个状态 还没有大乘的果 还没有显示出来 所以叫因地大乘 也叫相对大乘 那什么叫相对 他不是绝对性的 他能成佛不能成佛 还不清楚 他能不能度众生 有没有这效果 那都不确定 这是呢 甚到大乘的 才有这么几条 好 我们这一堂到这里 我说 gezé 你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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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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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